李敖笑江湖又来了 我讲过我欢迎观众写信给我 虽然我不一定每封信都能答复 可是呢我一定每封信都仔细看过 并且作为参考 我现在呢拿到一封信 是一位读者写给我的 他说 李登辉 有个私生子在夏威夷 已经十多岁了 问我为什么不揭发这个事情 我要报告各位的 我李奥所以在这个真相新闻网 讲话一言九鼎 有公信力 就是说呢 我们要有证据来讲真话 如果没有证据 不可以呢凭空来猜测 所以呢李登辉 有没有私生子 我不知道 所以呢我不能够 在这里啊作为一个肯定的说法 有一点呢我倒要说的 如果总统有私生子 也不稀奇 所以呢法国死的这个总统 他这个就是有私生女 这个美国啊有一个总统啊 是连这个做过两次总统 可是注意啊 他不是连任的哦 他是做过美国第二十二届总统 然后呢又休息了四年 又做了二十四届的总统 他的名字啊就叫做克里夫兰 就这位呃 先生克里夫兰 他是很能干的美国总统啊 他呢克里夫兰总统 他有一个私生私生的小孩子啊 所以呢在竞选的过程里面 他的敌人呢就攻击他 正敌啊攻击他 用英文讲啊 他说的就是 妈妈 where is my pa 我的爸爸一个就用一个漫画 一个女孩子啊抱着个小男孩子 这男孩子在哭啊 这个表示被遗弃了 在哭啊 这小孩子在哭 那这个就克里夫兰总统啊 这个感到搞得焦头烂额 两个手啊就塞着耳朵 不要听啊 可是搞得很狼狈的样子啊 所以啊他的正敌啊 用这个说他有私生子来挖苦他 说他啊我的爸爸在哪里啊 结果呢 他们这个克里夫兰总统的 他这个搞文宣的人呢很厉害啊 他们不像这个这个李登辉 林阳港啊 他们这些搞文宣的人 搞得很菜的这些人啊 他们就答复了几句话啊 他说去我的你的爸爸哪里呢 爸爸去怀白宫去了啊 哈哈到白宫去了 所以中文翻译就妈妈哪儿去了 我的爸啊 哪儿去了我爸到白宫去了 哈哈哈哈 等于打哈哈就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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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这个男题啊就过桥 给他过过去了啊 等于就是说你问了问题啊 你我打过去了啊 用还用小孩子口气啊 妈妈的口气打过去了啊 这克里夫兰呢 他后来跟一个女孩子结婚 这个女孩子啊 是他一个老朋友的女儿 老朋友死了以后呢 托他照顾啊 后来呢就变成了这个这个夫妻啊 可是呢 因为是老夫少妻呢 他先死了 死了以后呢 他太太后来又嫁给一个大学教授了啊 这个有 他是很美国 很能干的一个总统啊 那么我要反过来说 这李登辉 为什么 有没有这个 为什么有没有这个 这个外遇啊 或者扯什么这个私生子的问题呢 我认为呢 我们要关心两个点啊 这就这两个字 两个词汇 一个大家注意啊 一个叫做 赡养费 一个叫做沾养费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离婚了以后 太太丈夫给太太钱啊 这个离婚啊 叫这个赡养费 你看这是英国的这个 戴安娜王妃啊 可能要离婚的状况了啊 他可以要这么多的钱啊 开价开这么高 赡养费啊 我记得很清楚 当我跟胡英梦离婚的时候啊 当天晚上啊 夜里三点钟 我在睡觉的时候 忽然一个电话打进来 电话口气很凶 你是李奥妈 我说我是 他说你这个不要脸的爱情骗子 为什么你跟胡英梦离婚 你不给他赡养费 我就笑 我说我跟胡英梦 我们俩人 他很清高 我们俩人根本不涉及赡养费的问题 所以我没有这个问题 那他说 那我们要杀你全家 我说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怎么办 他说那就杀你一个人 那么我说好吧 那你就去排队吧 要杀我的人太多了 要排队的 你去排队吧 我想这个赡养费啊 就是 另外一种呢 叫瞻养费 什么叫瞻养费啊 本来瞻养两个字啊 我们还不了解这么有这么神秘啊 直到最近 台湾的国民党委政府的省长 宋楚瑜的太太 陈万水 在英国的柴西尔夫人来的时候 他看到了李登辉的太太 曾文慧跟英国的柴西尔夫人在一起 他讲了一段马屁精的肉麻话 他说我们瞻养啊 瞻养了这个总统夫人 就是李登辉的太太以后啊 他说我们觉得他的风采啊 跟这个这个英国柴西尔夫人一样 我在上次节目里面已经 已经痛斥过他这种马屁马屁的言论啊 我说这曾文慧实在是不怎么样 可是不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这个李登辉呢 可能看中了看中了曾文慧 并且呢 瞻养了这个这么多年啊 所以呢 他们夫妻的感情呢 至少形式上啊 不像彭明敏这样子无情啊 把他的太太丢掉了啊 不是这样子啊 他们俩到形式上一直在一起啊 并且呢 李登辉 我上次公布了这个财产状况 根据了李登辉 向申报财产的阳光法案 申报财产的时候 他把他的钱啊 多少笔钱都给了曾文慧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钱呢 叫做瞻养费 因为李登辉要瞻养曾文慧啊 要要付这么多的钱啊 他没有付这个赡养费 可是付了这个瞻养费啊 我讲啊 这个有没有这个 这个私生子的问题啊 涉及到我们中国的一个基本观念 这个观念呢 就是啊 一个人呢 有没有绝不绝后啊 我们一般人骂人啊 说你这个钻子绝孙啊 这是骂人 觉得这你很难过的啊 没有没有后代的啊 这个我也举过例子啊 蒋介石在在那时候 这个我也举过例子 讲这个蒋介石 他说如果蒋经国从苏联回来 苏联趁机勒索他 他明肯无后 明肯这个没有后代啊 他我也讲过这个故事啊 就是人这个希望下下发了这个决心 觉得自己没有后代啊 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啊 这个孔子也骂人呢 说始作俑者其勿后乎啊 你那个开始做这个 那个这个 我们现在是人死了以后 烧纸人纸马 那古代人不烧纸人纸马 是做了那种 这个这个淘气做的 那个人啊 马埋起来啊 最早呢 是人殉葬 活的人就陪你死人死了啊 所以孔子讲 就这种制度啊 就殉葬的这种人呢 做这种做这种制度的人啊 开始发明这种花样的人啊 其勿后货 这种人呢 钻子绝孙啊 所以钻子绝孙呢 是一个对中国人而言啊 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当然很多人呢 他是没有儿子的啊 没有儿子他变得很 很正直的也很多 我们现在看到整天看电视剧啊 包工啊 包工就是没有儿子啊 所以呢 他的政治跟他的没有儿子 可能有点点关系啊 我们可能有的人 有的人呢 儿子多得不得了啊 我告诉你一个 中国历史上 什么人的儿子最多呢 啊 就是汉朝的皇帝啊 我们说高帝 就叫汉高祖啊 高帝 晦帝 文帝 景帝 武帝啊 汉朝武帝的兄弟啊 就是汉景帝的儿子里面啊 有一个人呢 叫做这个传 叫做 中山静王胜 什么意思呢 他封成了中山静王啊 他是姓的就是名字 姓什么呢 姓刘 刘邦的后人嘛 姓刘 就刘胜啊 他这个在汉书里面说 景十三王传 就是汉景帝的 下面有十三个儿子啊 除了汉武 他的儿子汉武帝 做了皇帝以外 他还有十三个儿子啊 怎么样的封王的 这个故事啊 所以呢 他的这个传里面 我们看一段古文啊 他说孝景皇帝啊 十四个男 就是汉景帝 生了十四个男孩子啊 王皇后呢 生了孝武皇帝 又生了汉武帝啊 那么这个丽姬呢 生了什么什么什么啊 这个啊 这个这个成姬啊 小老婆姓成的小老婆 生什么什么人啊 这个 然后贾夫人啊 生了什么什么人 中间一个生了一个 叫中山静王胜 就刘胜啊 请再看 刘胜是什么人的 祖先呢 他这一只啊 他这一只啊 你再看三国志 先祖传 就是写刘备的传记 看到没有 先祖姓刘 惠备 叫刘备啊 自玄德啊 看到没有 汉景帝子 他的儿子 中山静王胜啊 中山 中山静王胜 刘胜之后也 看到没有 所以呢 他这一只啊 他这一只啊 后来呢 就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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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参国的时候啊 刘 刘备出来 说我是汉朝的皇族的后人 你这个皇族啊 其实啊 十万八千里 从汉景帝 从汉朝的这个第四个皇帝的儿子开始就分出来了啊 他的十四分之一 第四个皇帝的十四分之一 再这么传下来 传到了刘备啊 那是和年和月了 所以刘备呢 传到刘备的时候 刘备就很穷了 所以你看见啊 先祖少姑 刘备小的小的时候很是孤儿 跟他妈妈干嘛呢 卖驴啊 卖什么鞋 还有织席 织那个草席 卖鞋卖草席了 换句话说 你这个皇族之后啊 已经靠边站了啊 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啊 我讲的故事告诉什么呢 告诉啊 为什么刘备啊 他的这个皇族的血统特别少了 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出在 中山静王胜 他有多少个儿子 我告诉你们 他有一百二十个儿子 全世界啊 有这么多儿子 人真不多了 中国历史上 他考第一 有一百二十个儿子 一百二十个儿子 他的这个衣服啊 大家注意啊 前一阵子 这个 在这个 故宫博物院对面有一个 在大陆的这个金履衣的展览 有这个金履衣展览 那个金履衣 就是刘夕春的衣服 就是人死了以后呢 人希望尸体不腐烂呢 就没用很多芋的芋头 芋芋啊 芋芋的芋片 把你整个心包起来 用芋片连在一起把你包起来 其中呢 关于他那个生殖器的部分呢 那块呢 也包起来了 很大的一块包起来了 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这个人呢 他这一辈子虽然不得知 没有做了皇帝 可是呢 他这个真是过瘾了 有一百二十个儿子 你可以想想看 他有多少个老婆 换句话说呢 这个在宋朝有一个故事啊 讲到叫做复复将军 什么意思呢 他有一个人叫党太位 他大胖子 肚子豪大 他就整天拍他肚子 就跟他肚子讲话 他说 我不负乳啊 我这个肚皮啊 大肚皮啊 我没有对不起你哦 我对得起你哦 因为我 我给你又吃又喝又 你变成个大肚子啊 我这个 我很对得起你肚子啊 肚皮啊 我对得起你啊 结果啊 旁边有人就开玩笑 就讲他 说将军不负此负 此负负将军啊 你这个将军党太位啊 你对不负此负 你对得起你这个肚子了 没有对不起你的肚子 可是啊 你这个肚子啊 对不起你 为什么对不起你呢 因为草包 你这个大肚子 你这个思想很贫乏啊 这个草包啊 所以我的意思啊 这个 这个刘 这个刘 刘盛啊 他这个就可以说 不负此表啊 不负此卵教 他对得起他卵教了 可是呢 这个卵教对不起他 结果他 有这么多的祸啊 现在转过来 又谈到私生子的问题 私生子啊 自古之今多得不得了 我们现在 谈到耶稣 耶稣就是私生子啊 最有名的私生子的 父母啊 都非亚罗兰 他就是私生子 以前德国的西德总理 叫布朗德 那就是私生子啊 多得不得了 私生子并不严重 可是呢 我觉得 有私生子不严重 我李奥就有私生子啊 并不严重 问题就是 你要承不承认 这关键有四个条件 第一个 像像我李奥的这个私生 我有一个私生的女儿 现在已经31岁了 啊 她当年 是我跟我一个女朋友 同居啊 后来两个人 这个这个女孩 女孩子跟我讲 她说 最好我们结婚 不结婚呢 她也想去外国留学了 啊 那么我认为呢 我有一天会坐牢 我也说 那你去留学好了 我们就就分手了 分手了以后 她到了美国 忽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赶紧打电话 查出电话回来 说不得了了 怎么搞 她分手了以后 就怀孕了 那我说 能不能把她拿掉呢 把打胎打掉呢 她说这个 在美国打胎很困难 后来呀 就生下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儿是 她已经生到美国嘛 是纯粹的美国籍 后来我在台湾坐牢 她跟着我妈妈住 就念的是台北的美国学校 这一点呢 为什么念美国学校呢 因为我希望她不要念三民主义 所以呢 我的女儿呢 始终脱离了三民主义的压力 所以她现在 她是哥伦比亚的大学的硕士 在现在住在美国 她的出生纸上面 写的名字 爸爸的名字就是李奥 我认为呢 有私情子还不严重 严重 我们有四个条件 不可以啊 这个有私生子以后啊 有四个条件呢 不可以这个 这个有问题的啊 第一个 不可以牟利 什么意思呢 那有的人啊 把她的姐姐妹妹 嫁给了 给给某一个 某一个总统去搞 搞了以后呢 她可以做大官 做什么政务委员 这种呢 不可以牟利 有牟利的原因 是不可以的 这个是不可以的 还有一种呢 不可以杀人啊 就是你有了私生子以后 不可以杀人 什么意思呢 你当年的蒋经国啊 就就跟他女人就私生了 生出来张孝慈 张孝岩 他们兄弟两个人啊 为什么我先想张孝慈呢 因为张孝慈是弟弟啊 这个 这个我刚才认识啊 这个 请我到东部大学 这个张孝慈 张孝岩啊 他们私生子 私生子还不严重 他们妈妈 被蒋经国 或者是蒋经国的爸爸 蒋介石 给杀掉了 为什么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呢 因为现在从后来出的史料里面啊 我们都知道了啊 他们杀了这个 这个这个 蒋经国杀了这个 张孝慈孝岩的妈妈 孝慈孝岩的妈妈 可能要来杀身之后的原因呢 他是可能太 从蒋经国的眼里看 可能太招摇了 你到处讲 你是专员的情妇 你给专员生了小孩子啊 所以有问题 事实上据我所知啊 孝慈跟孝岩两个人呢 就双胞胎啊 几乎都被刷掉了 因为我有一个台大历史系的学长 叫做周春提 他的父亲是周邦道 做过考选部的次长 周邦道当年在桂林呢 做这个省中 好像是六中的校长 国立六中的校长 当时呢 国立六中的校长下面 有一个女生部的这个主任 就是张孝慈的 张孝岩的妈妈的姐姐 张亚若的姐姐 有一天呢 忽然呢 很慌张的看到了一组人马 就是张亚若的妹妹啊 抱着两个双胞胎 来到了桂林 来投奔张亚若的姐姐 到了以后呢 第一句话就说 幸亏我们跑得快 否则的话呢 连我们也被干掉 所以呢 这个真相呢 经过周春提 亲口告诉我 所以我才知道 几乎双胞胎 都被干掉 所以我的意思啊 搞成私生子也可以 乱扯女人也可以 不可以杀人 第二点 第三点呢 不可以赖账 生了私生子不认账 这什么意思啊 现在的李登辉所 支持出来的 这个监察委员 康宁祥就是啊 他跟了蓝小姐 生了私生子 他不赖不认账 说不是我的 蓝小姐只好 逼着你啊 我们做这个BNA的检验 逼你检验 检查 这个生理上检验 看看是不是你的 检验结果 科学方法 证明是你的 那我们的这位 康宁祥先生 那只好承认 承认之后呢 那后来我 据我所知呢 就是变成 每月付多少钱 变成讨价还价 少付一点 不要付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这个男人呢 不可以啊 沦沦到这种程度 就一开始不认账 到时候啊 非认不可的时候 还是这个讨价还价 不可以的啊 第四个呢 是不可以标榜啊 不可以你说 我是仁义道德啊 然后标榜我仁义道德 然后结果呢 你做的是这个男道女常的事情 不可以标榜 标榜是很很重要的 你 我不以此为号召 你就不会用这个来要求我 好不说 这个人是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 整天扯女人 我们不会奇怪 我们不会说要求他 说你那个 你那个卵教啊 要给我保持的怎么样的完整啊 怎么样的清洁 他是花花公子 可是如果你是神父 那我们就要求你了 神父呢 扯女人 我们就关心你这个卵教 怎么回事啊 换句话说呢 为什么呢 你神父和尚 是以此为标榜的 标榜你们的独身的 标榜你们的清高的 所以呢 当你们不这样做的时候呢 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关切啊 问题的就在这里啊 所以我讲的这些故事啊 证明了我们很多的观念呢 是跟着这个时代 跟着现况来演变出来的 事实上呢 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呃 更多 有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的很少啊 这话怎么说呢 因为很多资料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没法说 好不说 李登国有没有私生子 我讲过 我没有这个资料 我不敢讲啊 也许有一天资料证明了 他有 或者证明没有 那我不知道 很多时候呢 我们资料呢 都突然出现的 我举个例子啊 最近呢 这个好大将写了一部书 出现了啊 叫做啊 这个这个 金国先生的晚年啊 好总长日记中的 金国先生的晚年啊 这个算是一个新出的一本书啊 我 必须要讲出来 看了这本书以后呢 我们才知道了很多真相 就当年啊 这些国民党的这些当权派啊 注意啊 我所谓当权派 包括李登辉 包括郝伯村 包括林阳港 甚至包括陈里安 他们都是院长级的人 都是当权派啊 请看看 当时的郝伯村的 我一看 我真的吓得一跳 请看他这一段日记 请看 他在76年 6月22号 日记里面说啊 总统上午约见 约我见面啊 见到于院长 马秘书长 内政法务国防部长 何渝和他自己 以及沈秘书长 张副秘书长 就解言啊 注意啊 本来解言了 现在解言了 解言有关事项 垂讯 在问我们意见 于就是我郝伯村 提出来文化审检 注意啊 负责检查文化的 这个这些 检查的人员 检查书刊 查经书刊的 注意啊 这些人员 转移之人力 打500人以上 什么意思啊 就是要解言了 可是呢 在解言时期 有500多个人 负责什么 文化审检 负责检查 李奥写的书 有没有被 有没有问题 要不要查经啊 一个电视公司的 播出来 有没有问题 报纸哪一段 登出来 有没有问题啊 做这种文字警察的人啊 文字的情报人员的人 有500多个人 干什么 要给他们安查就业 这些人 失业了 因为这个解言以后 那失业了 怎么办呢 怎么就业呢 请我们看 怎么就的业啊 请看到啊 到了7月3号 76年7月3号 他讲到了 你看 他说啊 解除戒严 国安法实行续责 及警总有关戒严业务 转移有关警政单位 等程序处理 什么意思啊 这些人呢 这业务呢 转给了这个 这个民间的民间的机构了 可是还有 你看啊 文化 7月15号 文化神检等业务啊 这种业务呢 都交给了 新闻局等执行 什么意思啊 证明什么呢 证明所谓解言呢 是一个骗局 骗我们的 为什么呢 你虽然解言了 可是那种 钳制我们言论 观察我们言论 注意我们言论自由的 这些五百多个人 这些五百多个人 你们给他安插就业 安插到新闻局 这些衙门里面去了 换句话说呢 换汤不换药 虽然说是解言了 事实上啊 同样的派了这些坏人 这些文字警察 来做我们的手脚 所以呢 李登辉很不要脸的 口口声声说啊 他怎么样的解言了 怎么样的 给了大家言论自由 事实上啊 他们所做的业务 我们清清楚楚看到 而这个意见呢 还是郝伯僧提出来的 叫我们怎么样的啊 把他们这些人转移单位 秘密的转移单位 怎么样的技术 捣我们的蛋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们这些作业 证明了所谓解言 所谓开放言论自由 都是骗局 他们目前表面上 有一点点言论自由的开放 只不过是他们的 力有未在 就他们做不到了 力量没那么大了 控制不了了 事实上呢 他们的心胸呢 一点都没有放大 所以李登辉最近还要想让 说不要听不要看 什么叫不要听不要看 这言论自由时代 就是要听要看 可是呢 他就是不要听也不要看 就表示他们的心态啊 其实呢 一点都没有解言 他们的这些人呢 心态一点都没有解言 那李登辉呢 最近呢 在总统的这个这个 辩论的时候 他还要目前到目前为止 他表示的 不要参加 不要参加 为什么不参加呢 如果你是民主国家 按照美国的标准 口口声声 学美国 学美国的总统制 可是美国的总统 在竞选的时候 我们看到 那个电视辩论的时候 当时做执政的总统 也站出来 跟那些竞选者 互相的唇枪舌尖 在辩论呢 为什么不参加呢 说参加了以后就是上当 这是什么心态啊 所以我早讲过 像李登辉 他们的心态 其实呢 就是戒严时代的心态 他们的动作就是戒严时代的动作 只是目前呢 改头换面了一下 表面上好像宽大了一点点 事实上我讲过 他们都是 因为是利有未来的关系 并不是真的宽大 所以呢 我讲过 只要有新的资料出现 我们仔细读起来 就可以发现 国民党这些官僚们 都最近做了多少的坏事 我们就一清二楚了 今天呢 讲到这里 包括 我们有assa 真的很喜欢 他说 是 来 速播混音